我们持续要带你来 关心这个案子的后续发展 这个屏东新生代的 诚信角头阿桃 在高雄被埋伏枪杀的 重大枪击事件 案发之后 立刻投案的杨信相守 从征讯到移送超过24小时 不过他的供词很坚定 否认他受到指使杀人 他一肩扛起了所有责任 不过现在警方怀疑说 这个阿桃身边 是不是有内鬼的存在 为什么会这样讲 当时枪手是在清晨五点多埋伏 等于就是说 阿桃的行踪被掌握了 但警方觉得很奇怪的是 他的行踪向来是很谨慎的 还有在事发第一时间 小弟直接逃窜 也没有护住 那有没有可能 是跟毒品生意有关系 因为他曾经追随毒枭林孝道 那这个林孝道入狱之后 他也接手了所有毒品的生意 这背后的金钱流就非常大了 你看到这件事情还出动了 公务市警察局长 他也亲自去讯问了箱手 现在警方把整个案子 朝向预谋犯案来进行真本 屏东脚头阿桃 十五号上午十一点多 走出高雄明华一路的桌游店 立刻被狙击 监视器开下 嫌犯看到目标和四名小弟出现之后 马上扫跑步 光天化日 当街冷血连续开枪 惊人枪响传出 一行人鸟瘦散 嫌犯逃离过程 弹架掉了 捡起后又回去补开了好几枪 杀人致意坚定 从另个角度来看 阿桃遭埋伏枪杀的当下 身旁小弟只剩一位 但一次受到惊吓 来不及出手制止 检察官解剖复验后 确认阿桃体内没卡弹 致命死因事 副枪内大出血 而一项形势谨慎低调的阿桃 行程为何被掌握 只请人士怀疑有人泄露 在他凌晨进桌游店之后 嫌犯清晨五点 吸枪等候 守候了六个多小时 看到有人走出店外 就动手投案后 声称是债务引杀机 揽下所有罪 是预谋性犯案吗 有没有什么恩怨 是不是怕被报复 所以自行投案 阳性嫌犯是屏东人 有扎漆前科 从真讯到遗送 超过二十四小时 他说辞笃定 仿佛事先演练过 高雄市警局长林延田 也亲自出马讯问 就是认为案情不单纯 极有可能有 幕后藏进人 有传闻阿桃早年追随 南部毒销霸主林孝道 但因为他涉嫌走私 毒品被捕入狱 后来阿桃因为证据不足脱身 之后就接手他的生意 事业越做越大 背后利益庞大 牵扯复杂 是不是因此引来杀机 也是警方要追查 理清的重点 华尔新闻南部总和报导 嗨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